大家好 我是陈娜丽莎 是一个歌手和一个喜剧演员 本季魔王获得者是陈娜丽莎 祝贺陈珍 高个榜排名第一名的是 陈娜丽莎 酷 那你接到席在邀请当时的反应是吗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很仓促 我是半夜三点钟的时候 那时候我快睡着了 晚上一个电话打过来 陈娜丽莎 你救命 我说怎么的 录制的时间推迟了 然后嘉宾的时间就撞了 然后就来不了了 所以不知道该找谁 然后我们当时就决定找翠翠 正好那天我们晚上 就给翠翠发了微信 他直接就说可以 凌晨三点就要过来 翠翠属于来救场的 之前我们是在那个 一档节目 一档节目中 我们三个认识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 私底下 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找谁 为什么 还不信任我 红 还不信任我 还不信任我看我太可怜了 2022年在家里躺了半年 这次你们要写 我做的作品是什么 我们这个作品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 女孩子之间的那种友情 就这个作品 它就是源于我们生活 就比如说管月 他就是一个非常爱吃醋的人 就是比如说 我跟别人关系比跟他好 他就会有点不开心 他就会觉得 我应该是你的天下第一好 就这种感觉 今天早上他买那个咖啡 他买了一杯 其实 没敢跟你说 那就是给他买 为什么不 因为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给我买 我真没明白 打吧 别录了 收工 烦 烦得要死 到现在嘴巴没有停估